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期节目里我们一起回顾了2011年中国围棋在世界棋谈的整体表现 今天我们将来一起看一看在这一年中国内棋谈都有哪些风云人物 2011年的国内比赛中鼓励九段继续保持潜艇 40万元的唱棋杯和18万元的金利手机杯世界冠军争霸战 这两个冠军让他在国内棋战奖金榜中高居榜首 新科世界冠军朴文尧九段夺得阿凡同山杯冠军 和金利手机杯世界冠军争霸战亚军 总奖金32万元排在第二位 2011年带给其民们最大的惊喜 当属1993年出生的小将谭笑 这一年他连夺李光杯 微服房开杯和全国个人赛三项冠军 在基身奖金排行榜三甲支列的同时 也完成了自己围棋生涯的一次飞跃 而只比谭笑大两岁的姜维杰 2011年也创下了一项新的记录 这就是最年轻的中国名人未免者 能连续两年在五番棋决赛中 分别击败世纪冠军古力和孔杰 这足以证明90后的新生代力量 已经占到了中国围棋的最前列 2011年国内棋战的风云人物 还有连续三次问鼎天元的陈耀叶 夺得个人第一贯的龙兴战冠军李哲 和招商银行杯冠军钟文靖 此外古灵毅继续延续着 他西南王比赛中的强势 而范廷玉和杨顶新 分别在新人王和李光杯新秀赛中 脱颖而出 邱骏和鲁佳联手夺得了 李光杯混双赛冠军 好 隶属了国内棋谈的风云人物之后 咱们还是请上赵首巡舞段 为我们带来违甲集粹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011年金利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集联赛中的 精彩瞬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 2011年金利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集联赛中的 两局精彩对局片段 今天要讲解的两盘棋 都是和智姑有关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手的棋 是非常难吃的 如果杀高手的大龙 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 我们今天就来仔细学习一下 看看这个高手的棋 是怎么制估的 好 进入棋局 这排棋呢 是桂文波之黑 对米玉廷 米玉廷呢 在最近的国内比赛中 是整体非常的优异 尤其是在维甲联赛中 他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棋手 我们看 现在这个局面啊 显然是白棋这个 右下角的大龙 正在被黑棋追杀 那白棋呢 毫无疑问 在这个上边 和棋盘的左边 都拥有这个非常 雄壮的一个外势 也是有很大的潜力 那么只要把这块棋 做活 显然就是 白棋是一个盛世的局面 好 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制估 现在黑棋的这条点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手 那么白棋呢 如果简单的 比如说爬 黑就退 这样白棋这个阶是先手 白棋比如说可以挤 打吃 这都没问题 这是绝对的先手 但是走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白棋呢 现在是出镜 就会非常艰难了 比如说 最好的下法 应该是并一个 这样对眼位是最好的 那么黑棋就简单的挡住 那白棋飞 黑棋挡 这样在这个右边呢 白棋是无法做出两只眼的 在下面呢 白棋也是没有眼的 白棋如果跳 黑棋就简单的尖一个 黑棋只要做活了 白棋就没有眼 所以说这样呢 白棋是无法做活的 最简单的下法 不行 实战中白棋 是选择了一个跳点 这也是智孤的要领之一 就是要盯着对方的弱点去行棋 如果要是简单的一位自己求活的话呢 这样对方也是非常好掌握的 所以说一定要 瞄着对方的弱点 这条点就是很犀利的一手 当然你如果接的话 那白棋太简单 他如果 接的话 他就 还是按刚才的下法爬一个 就没问题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反击 冲 这样白棋顶 黑棋这个时候呢 不好意思继续冲 如果你冲 白棋断 这样白棋就简单做活了 可以给大家摆一摆这个变化 比如说你冲 这个时候呢 白棋还可以利用一下次序 在这先断 这黑棋呢 只有拐斥 这样白棋二度一扳 这黑棋都是没有办法的 那白棋再爬 黑棋这个时候就非常难办了 你如果要是冲 把这下冲掉的话 是可以挡 但这样白棋一虎 这个黑棋外面显然是 就太薄了 这个明显是智力破碎了 你如果挡 白棋还可以连斑 这黑棋显然是不行 那你如果不冲 如果挡 这样被黑棋 白棋先手打一下 这个也是受不了 那白棋就简单的飞 我们刚才说过 白棋这个接是先手 所以说这个活棋 没有任何问题 那它先手断着一下之后 下面 一会我们会讲到 下面情况也会不同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实战是没有办法 它是只有直接冲 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直接冲 这个时候 米娱婷断 考验黑棋 黑棋如果拐吃 白棋立 黑棋挡 白棋就最笨的下法收气 黑棋如果吃 这样白棋 有一招这个点 这样局部 黑棋这块棋 我们发现也没法做活了 那就会形成一个杀器 当然白棋可以先在外面延弃 所以说这个黑棋是不行的 那挡的时候 你如果虎这个 也是一样的道理 白棋只要挡住 这个先手之后再一跳 那黑棋也是不活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只有二路打持 这样白棋冲 黑棋只有提掉 这个都是滑山一条路了 这逼得黑棋硬杀 也是很痛苦 黑棋现在是备受煎熬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 硬着头皮走 白棋霜是好行 这时候黑棋进 我们说白棋这个结实先手 所以说它联络是没有问题的 黑棋冲 黑棋虎 黑棋的这一系列的下法 都是局部的最佳 打持 也是最顽强的下法 当然白棋先不管那么多 先把这个实地 给黑棋冲光再说 我们看这样 黑棋如果要是再吃不掉白棋的话 这个代价就太惨重了 白棋实在挤 这个时候呢 白棋下出了 可以说是本局的胜招 白棋下出了一个妙手 就是挤这个 这招挤非常的巧妙 那你如果黑棋 接上的话 那白棋就可以说是先手便宜了 这样白棋可以飞出去 这个白棋做活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挤单飞 那被黑棋冲 一护 这样白棋眼位就不足了 所以说这个挤 是时机绝妙的一手 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一招 黑棋都有打吃 这样白棋断 打吃 这个由于黑棋外面弃紧 它现在也没有办法 白棋一拐 这都是命令型 黑棋都是只有跟着走 走到这儿 白棋一跳 这个棋 我们可以看出 基本上已经没法杀了 在外面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黑棋一尖 实际上白棋一飞 最后这块棋也是安然的逃出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白棋只要活了 黑棋显然就不够了 那么这盘棋呢 最后也是小米啊 米于婷 很精彩的 以这个智孤的方式赢得了比赛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局棋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二局棋 那么这排棋呢 还是和智孤有关的 好 我们进入棋局 这是谢鹤 直黑对长浩 那我们看这个 在右上角啊 之前形成了一个 很显然是打结下出来的一个转换 黑棋把白棋边上 这个 给穿 这个穿得 很惨 但是白棋呢 也是把黑棋的脚步 实地 给拿下 那形成了一个 实地与外势的转换 怎么再看左上角 左上角 黑棋显然也是在 这个取势 那白棋 获得了大量的实地 这个脚步 就是 从连脚带边 加在一起 大概有三十目朝上 那么左下角也是白棋的实地 所以说黑棋 付出了大量实地的代价 那么只有把这个希望啊 寄托于 呃 中辅 或者说是寄托于 这个 这个 攻击白棋 下一招 黑棋 一定要下的 这个凶一点 充分的发挥 之前我们所说的 这些后视的这个威力才可以 所以实战 黑棋是点 谢克下了一招点 这个点 非常的 严厉 他的意图呢 就是把白棋 下重 把白棋这个棋型啊 给破坏掉 白棋如果挡 那黑棋再点 这是黑棋的意图 如果接 这显然 我们看白棋 呃 这个棋型是非常糟糕的 都是 呃 像一根棍一样的 挺在棋盘上 那黑棋 下一招再飞过来 这样白棋 首先我们不探讨 他这个死活问题吧 即使能活的话 也是非常的苦 这样黑棋肯定是 不错的形式 但实战 从这个黑棋点之后啊 长浩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他这个精湛的 之孤的记忆 实战 白棋小尖 啊 第一步是小尖 这个小尖呢 虽然没有完全联络好 因为黑棋可以冲断 但是 呃 护住了自己的棋型 护住了这个眼位 可以说 呃 是远远优于这个挡的 那黑棋如果冲断的话 是不能考虑的 如果冲断 啊 这样白棋 可以上面打 啊 再贴 黑棋之后退 啊 这样在下面靠 总的来说 黑棋是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 吃了一点点的实地 这是不便宜的 那谢赫当然也明白 这个时候呢 啊 由于全局的形势 他不能拘泥于局部 继续攻击 震 震的时候 下一招白棋 这个小尖 可以说是这盘棋的胜招 是非常好的一部棋 我们看这个攻击高手的棋的时候啊 尤其是要想吃高手的棋的时候啊 啊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高手会给你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陷阱和麻烦 让你左右为难 这尖一个就是呃 让黑棋非常痛苦的一步 而黑棋如果退 这个是本手 如果退的话 那白棋 多半会跳 或者是靠 啊 就是先在这边做一做思想工作 黑棋如果封住白棋肩 或者是靠住的话 那白棋 再一跳 由于有了这个棋子的接应呢 黑棋 这是冲不出来的 一冲白棋就可以挡住 那这样呢 黑棋再冲 白棋可以借住 这样黑棋这个几颗棋子就被白棋吃掉了 所以说 黑棋这个时候 虽然本手是退 但是呢 他不甘心 如果退的话 这个被黑白棋吃掉 那显然就弹不上去攻击白棋了 所以他只有硬着头皮 只有挡住 那白棋再挖 而黑棋还是只有挡 白棋切 好 这样呢 继续考验黑棋 如果正常的话 大概是虎一个 那白棋就把这颗棋子断掉 我们看这样 白棋不仅收获了一些木树 最关键的是 吃出了一个铁眼 那这个铁眼对白棋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这个眼之后 基本上黑棋也是攻不着白棋了 所以说实战呢 黑棋 他不肯 继续攻击 只好接 这样白棋倒吃 但是这个我们看 黑棋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这样在边上被白棋拔花 白棋提 可以说黑棋也是损失巨大 实战黑棋没有办法继续灭眼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黑棋从最初的准备攻击 现在已经变成了 基本上是要吃掉白棋 要吃棋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如果不吃的话 这个损失显然是太惨重 但是白棋拐 这个拐也是很冷静的 如果飞的话 被人家一冲 一次 这个棋形是 反而不好 所以说要拐 这个时候要护住眼位 因为白棋底下有半只眼 所以说现在白棋呢 是基本上没有死活问题的 更多了 攻击 黑棋 护 白棋 跳 当然了 黑棋也是尽可能的去分段白棋 下的都是最强的手法 白棋就搬 这一代 长昊老师下得非常的清楚 这都是可以说是很简明的下法 是白棋团 团在这 牢牢的团出半只眼 这样打吃还变成了先手 这样黑棋已经没法吃掉白棋了 最后也是白棋以成功的制孤 取得了本局的胜利 好 本期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了两局棋 都是通过制孤最后取胜的 可以说是经典的名局 那么本期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感谢赵守勋五段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咱们还是要请上 王毅辉期段和陈颖出段 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欣赏 2011年金利手机杯 全国危机甲级联赛夺冠之战 赵汉成九段与王毅九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2011金利智能手机杯 中国危机甲级联赛 最后一轮的争贯赛 是由辽宁绝花岛队的赵汉成九段 对阵重庆冷酸林队的王毅九段 是 那这盘棋确实是非常的关键 谁赢了呢 哪个队赢了就可以获得 本年度的维甲联赛的冠军 这两位棋手是分别代表自己的队伍 来出征主将的这么一个盘棋 也是应该说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在下这盘棋之前呢 重庆的三粮队是两分领先辽宁的这个绝花岛队 也就是说只要本轮比赛 他们不以一比三完败 就可以获得本届联赛的冠军 是 而且呢在此之前呢 辽宁绝花岛队啊 是排名第八 就是前一年 今年呢他们的任务啊 其实我问过刘老 刘老说呢争取就是争三就可以了 就保六争三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但是作为他们对手重庆冷酸林队呢 我想肯定他们的目标是要争冠的 是 是 所以之前一直呢战绩都是特别好 曾经有过七冠王是吧 一共获得过七次冠军 也是维甲联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 什么一支队伍 确实其实现在我们想想啊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辽宁绝华岛队的几位队员呢 除了韩国外援 一会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赵汉成的名气 稍微大一点 其实其他几位队员呢 比如说彭拳 比如说唐伟星 孟太林 这些年轻人呢 应该说 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啊 但是确实名气上也 不是特别的大 对 比起这个重庆队啊 他们都是大牌棋手 鼓励领衔 是 然后呢就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王锡 王锡 谢鹤 确实相比 都是大牌 相比之下呢 明显重庆队的这个名气要大一些 对 而且确实如陈寅所讲 在开赛之前呢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 就是下到最后一轮 辽宁绝华岛队居然还有实力 在争夺冠军 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了 对 而且呢 确实最后大家也都知道 确实辽宁队拿了冠军 对 而且呢 这个真是赵汉成啊 是功不可没 这个外援 他总战季呢 主将的胜率是13胜3负 非常了不起的胜率 这是超过80%了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职业棋手 能够超过65%的胜率呢 就已经是成绩非常好了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去看起 本局是王锡的白棋 是 星 到汉成呢 还是走这个星小木 二连星 然后他挂角 挂角 然后再走中国流 中国流 现在中国流可以说是现在是最流行的布局了 好像无论是我们业余棋界还是职业棋界都喜欢先摆出一个中国流的阵势 是 那这盘棋呢 稍微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赵汉成还是先挂了一下 对 先挂了一下 但据我所知啊 其实王玉辉老师啊 对于这个中国流是特别有心得特别有研究的 我也喜欢下我也喜欢下曾经在有一度的这个时间里我观看啊大概从08年到10年的这段时间里就是起码在国内吧国内下中国流最多的两位棋手可能就是我跟王锡 那时候我们俩直黑基本上是必下中国流 那你们俩探讨过这个中国流之后的一些变化吗 也探讨过 不过中国流呢具体的这个白旗的印法跟后面的变化呢确实非常复杂 也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完全研究都透了 但是呢对中国流布局的这个特点呢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黑旗速度确实非常快 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比其他的布局啊我们觉得更好掌握 我们并不是说要拿这个中国流当一把飞刀来去在布局阶段占多少便宜 我们两个都没这么想过 确实这个布局下手了以后呢可以发现他的很多优点 这样的话呢在实战中比赛的时候呢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加上他的这布局速度呢比较符合我们的棋风 所以也是我们两个为什么特别喜欢下中国流的原因 其实到了09年10年之后就是大家下的人就多了 就很多很多人都开始下了然后呢也衍生出了非常多很新的变化 就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变化 像这盘棋呢赵汉成他先挂了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俩下中国流都是直接下中国流的 那先挂一下这个有这个区别大吗 然后还有呢就是您喜欢下中国流 那肯定呢也研究了好多就别人对付中国流的这个方案 是是我想他先挂一下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他黑旗啊不太喜欢被白旗在这边挂脚 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图 一般一般像这样的话 然后再拆回来 可能赵汉成他不喜欢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变化 也不存在好坏的这么一个区别 那这样挂一下就便宜了吗 就可以阻止白旗的这种变化 他先挂一下之后呢 先挂一下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要再挂这个的话他就加工你了 他就可以从这加工你了 如果说没有挂到这一下的话呢 加工这个就显得有点过分 白旗比如说什么往上走一个再大飞过来呢 黑旗不太好 这是他的意图 他的意图就是白旗不能从这边去走起了 你从这挂他也可以加工你 这样 然后本来是挂不到这一下 这个是黑旗的唯一的意图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意图 就是这个 那我们一般来说 我跟王熙的这么一个探讨呢 就是白旗从这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愿意挂就挂好了 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挂一下他的心位 就我们一般都是这么下 但每个人对布局呢 都有不同的这种认知 尤其到了这个水平的职业洗手呢 应该说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这样一个开局的方法 相比于王熙经常用这种中国流开局 这次赵汉成呢 直黑用这种布局来对付王熙 对 也是挺有意思的 以笔之道 还身笔身 对 这确实也挺有意思的 但这盘旗啊 对 白旗呢 他说 如果我走这的话 你是这样反加 但是如果更紧一步的话 是不是黑旗就不能从这边反加了呢 对对对 白旗的实战呢 也是当然要有一些变化 刚才说了在这的话 确实要反加这个白旗不太好 但是实战呢 所以王熙就走在这里了 走在这里的话 黑旗一般来说就是硬一个算了 如果你还要强行反加的话呢 白旗就靠 白旗就直接靠了连扳下来 对 哦是连扳的 连扳下来 这个子的位置就比这个好得多了 哦那之后的变化呢 是粘上吗 对之后的变化就 黑旗也 也不是很好下 因为这能不能粘上 如果您粘我能不能再长呢 那这样的话 再跳过好吗 反正也 也不是不能下 但是比如说白旗再坚冲过来 这也 白旗也算完成一个心愿了吧 就把你都压扁了 就是靠完了再连扳 那这个旗有断的吗 第一杆 第一杆是断 因为我好像是死记哪个定式呢 就是这个 它不是靠完再断的吗 这个定型 对断也有 断也有 总之来说 这几个图黑旗都不是很好 黑旗碰见这样 比较紧凑的这样挂脚呢 还是单关跳一个是正招 这样白旗断的话 黑旗也不会太好 黑旗大概就打两下 然后把这个子吃了 这个图反正总是要被压扁了 对白旗弃子了 就把这个也可以挡下来了 对 它这个图呢 对于黑旗来说 就是双方都在应变 双方都在应变 比如说 当初白旗本来可以走这个的 因为黑旗那挂了一下脚 白旗就 对产生了一点变化 对 这个呢 明显着要 下一时候对黑旗的这个小木 施移手段 黑旗如果这时候还是要 万变 敌人变 自己不变的 在这加工的话呢 就显得有点勉强了 所以实战 它这个跳呢 也是被大多数旗手认可的 这么一手旗 一般来说 只要提前有一点研究 碰见别人挂这种脚 就不再想了 实战的时候 就直接这么跳一个 就已经很满意了 毕竟这两首旗呢 从实际上来说 黑旗是很舒畅的 黑旗手住这么大一条边 而且白旗本身 我觉得离黑旗这个 有点太近了 有点太近了 其实它唯一有用的子 就是 见完了之后 它能拆过来 对 但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看 白旗这个子 如果能放在这的话 肯定是更开心的 更好的 既然白旗已经有所亏损 所以黑旗就简单硬一个 也没什么 没什么不好 这个在职业骑手的对局中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论了 就相当于定式一样 我想这个图 反正我是挺喜欢黑旗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配合 就能让我手脚 虽然这个没有这儿这么好吧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这个形成我喜欢黑旗 可能比较财迷吧 对 也不 你说得对 这个子毕竟是在中心点 在中心点 这个子不会太差的 然后白旗现在尖一下 黑旗利 应该说这块空 也是比较巩固的 全局从实际上来说 黑旗显然是还可以 但是白旗也有所得 白旗就是加工到这儿以后 对这个子有一些威胁 对 现在再来看 黑旗这个挂角 和白旗小飞的交换 就有点损了 但是如果没有 这两个交换的话 我想白旗这边 也不会是这样来一个定型 这个图对于白旗来说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以局部的亏损 来换取全局的这种均衡 局部显然是白旗 在实际上有所亏损 但是加工到这里呢 全局来说白旗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这就是一种 职业洗手 常常用到的布局的策略 对 然后黑旗进脚之后再拆一 其实我觉得 这个形状也还说得过去 也还说得过去 但多少有点委屈吧 别人把这个中心点站了 这个黑旗只能拆一 确实还是有点委屈 按照定式来讲 肯定是拆二的嘛 但是这个 由于其实我觉得这边我便宜了 这边自然就会吃点亏 也是一种和谐吧 一种和谐 下棋就是要讲这个均衡 不可能什么便宜 都是让自己占的 对 那别人就该不干了 这必然要打仗 对 全局来说也还是 一盘正常的一个开局 对 然后白旗跳起来 对 白旗这个跳相对来说呢 略少 略为少见一点 一般的都是起手 就跳一个这个争先手了 跟黑旗交换一下 然后就脱先了 然后就脱先了 然后白旗可能会刮脚 可能会手脚 这个下法呢 比较常见一点 实战王羲的这个跳呢 不是特别常见 也有人下过 像他的区别呢 就是不愿意交换这个 王羲肯定觉得交换这个损了 对 这边黑旗的空啊 就固定了 本来这个有打入的可能 将来白旗这边有紫的时候 这有打入的可能 这个对黑旗来说是一个威胁 然后跳完了以后呢 虽然睁到一个先手 但是这边还是有点薄 这边以后人家刺飞起来 还是有一些手段 对 估计这个是王羲 不愿意走的这么一个 最大的一个可能性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见白旗跳这个 黑旗有的时候也会跟着走 一个也会出头的 那白旗就便宜了 嗯 那白旗就不用做这个交换了 以后确实挂脚拆尔拆过来之后 这边打入呢 是黑旗的一个心病 对 因为如果不走这个吧 其实我对于这个形状啊 我黑旗的话 我特别怕人走这个 确实很大 因为直接点的话 我可以贴出来吗 他先走这个 如果你拖先他再点 嗯 这个形状我觉得挺难受的 其实 对 陈先生说的也对 不过 不过正常来说 黑旗还是不会走 黑旗如果走的话呢 显得有点太单观了 嗯 就你走这个 无非是不愿意让白旗这边形成一个大形式 对 那可以走得更实力一点 他实战的时候挂脚也是这个意思 哦 比较积极 比较积极 就比这个好 这个毕竟还是一部没有幕术的棋 嗯 有点单观 嗯 一间地家 嗯 然后飞燕 然后飞燕 压住 是 然后点再三 直接点脚 对 我始终 王老师我都觉得直接点脚 而是特别贪的一个下法 因为定式本身 我觉得都是教导我们要先搬再拖 或者你先搬再点脚 都有这样的定式 嗯 虽然这个直接点脚也有 但是我觉得他贪心 对 这个 还是看起手去怎么思考当前的这个局面 就是赵汉成他也是比较重视实地的 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定式呢 比如说他先搬再拖的定式呢 就在实地方面呢 没有直接点三三来得那么舒服 那么实惠 直接点三三也是可以的吧 我想在这个局面下 那也不见得就比你说的搬了拖呢会差 嗯 对这个 现在布局还是比较自由的 怎么下都可以 只是你 你可能对这个点三三比较 对 我要如果是白棋的话 其实我看着这样的棋 我会特别生气 哦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明明应该先损一个 必须要做这个交换 虽然你很不情愿 嗯 但是你必须要做 但是如果人家这样下啊 嗯 我作为他的对手 我就想着你这个 既然连这个都不肯损 嗯 我就很生气 我想这气盒 我肯定得挡上 是要挡 这个是要挡 不过你要一生气的话 我觉得你的对手的目的也达到了 对 他影响了我的心态 以后跟你下棋 就是要做这个定式 影响你的心态 那就已经 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得分了 对 那王熙是什么样的一个 棋风呢 他看到这个点角 会不会像我的反应一样 也特别生气 他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下棋下这么多年了 你对对手的某一种招法 没有必要感到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嗯 就是因为下棋呢 总的来说在布局阶段 在选择定式方面呢 还是比较自由的 就是对手是什么棋风 对手会怎么选择 你不能左右别人 对 是吧 你要因为对手的这种 某种下法而感觉到生气 只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不平和 对 那样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比赛的成绩的 至于像王熙 他这种酒精沙场的老将了也是 他这个方面倒不会 看来你要好好训练 要把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 是 我应该还 最好我在那个 在这个讲棋的过程中啊 多讲讲这场栗战型的 多听听王老师怎么惩罚他们 要看王熙怎么惩罚他们 这个 这个棋呢 一般二路利比较多 沾上还真的是比较少见 二路利是吧 对 二路利 然后白棋也利 黑棋挡住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定式 然后白棋大概走这个 看着这个行我突然间就想到了 那是不是在二肩高加的时候 黑棋是沾的 有沾的 在一肩低加的时候 这个是利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四季应备 二肩高加的时候也有走这个的 也有肩的 肩的 肩和沾都有 这两点倒是都 都确实流人下 但没有利的吧 二肩高加是没有利的 一肩 一肩低加一般都是利的 一般都是利的 它这盘棋 街上呢 我也没想到 我在看棋的时候我也没想到 因为街上很少见了 已经 这个倒是一个正常的定式 我们看它接 它接白棋也要立 也要立 白棋也要立 然后再顶 然后它这个时候就不挡了 就退了 这个时候确实要退 因为如果你挡的话呢 如果你挡它 扳两下 它扳两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它站在这儿 确实便宜了 对 木树上 眼见的就便宜了 比在这儿明显要便宜了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就要退了 这个就是 大家在选择定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这种灵活的思路 你的对手如果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你就一定要也有变化 你要是还要老思路去硬的话呢 往往就会吃亏了 因动则变 因动则动 这个总结的好 然后冲 冲断 这时候黑棋肯定 这下边就扳不动了 从上边寻求一些 看看白棋有没有薄位 因为它挡的话呢 就比退要厚很多 这样白棋 这个倒是也挺难判断的 也挺难判断的 现在黑棋这外面这两个子呢 它说轻不是很轻 说重也不是很重 就是要看黑棋去怎么利用 现在本身这个脚还是活棋 就因为黑棋本身在这里扳虎呢 是先手 还是活棋 但是将来用到这个扳虎的时候 白棋这种接或者那种病也是先手 自然会撞伤这两个子的这个威力 首先你看你现在一般来说跳的时候呢 都是很想冲断的 但是现在呢就不能随便冲断 冲断别人打了爬过来之后 你这个脚马上就要死去了 活了 所以呢这个对黑棋来说也是挺难掌握的一个节奏 黑棋走这个 对拆这个 这个其实我有一点想点一下 如果能点到的话是不是舒服一点 对我也很想下这手棋 我也很想下这手棋 但是它为什么没下呢 我真的也不是很明白 有什么强爽吗白棋 什么从这边下 有没有可能反击 它可能不喜欢人家刺一下 可能是这样吧 我再想 刺一下我就沾上下一步这个白棋下囊 我这有点 哦下这儿 那我就顺势这么拐 就拐出来 对这样的话呢 对于黑棋来说肯定是选择之一 就是黑棋如果真这么选择的话呢 也不值得奇怪 白棋飞 白棋飞这两个子大概就不太能动了 对我就不要了 我在这边 很想在这边跳一个 就宽吗 我估计你现在还是得拆这个 你要是走在这里的话 白棋 因为白棋这边还是后势 白棋加工过来 你这几个子啊 有点苦 我估计你还是拆 这样的话呢 黑棋的速度会慢一点 比实战的速度慢一点 实战它一手棋走在这儿 白棋补的时候 它下一手棋马上就手脚了 实战跟这个图呢 侧重点不同 这个图呢 可能侧重将来就是要跑出来 要攻白棋 速度会慢一点 实地的控制呢 会弱一点 它实战呢 就是放弃在这儿 跟白棋进行缠斗了 就是迅速地转向实地 这两种思维方式吧 不过我个人来说呢 说句西大华晨 我比较喜欢这么下 这样后世 我下黑棋的话 我选择这个图的 可能性非常大 这手棋就是张汉成 他不是那种特别下棋 要去跟别人挑衅 主动挑起作战的那种人 他往往是被动的 就是创造机会 然后司机再跟你进行作战 王七的棋风 还是比较喜欢主动去攻击 主动去寻找这种作战的机会 两个人的棋风 还是相差 还是挺大的 其实 对 那也其实经常是相差 反大的棋风 是不是就会 棋局就会非常有意思 会非常有意思 这盘棋 其实后面也很精彩 对啊 就是你在跟我挑衅的时候 我有可能忍耐 也有可能啊 我就反击了 就是说 根据不同的这个棋风啊 他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是 是 有些棋 你可能觉得对手会忍耐 但是呢 这个对手的棋风 是这种特别彪悍的 像王七这种棋风 他可能就真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两个人完全都在 以不同的思路来进行碰撞 这种棋挺好玩的也是 对 然后手脚 嗯 黑棋 飞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棋 白棋就厚很多 因为黑棋好像不太可能 就把白棋攻进来 对 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 嗯 现在双方就开始转地了 黑棋呢 确实这两手棋 走的都是走在实地上 在全局的这种控上呢 应该是比较领先的 打开住 然后长 嗯 这个是常见的一种变化 拆个三 其实拆三呢 现在为什么更多的棋手 是从上面攻 而没有人从这边打肉或者碰呢 我记得这个棋型刚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都是直接打肉或者碰 这个形状呢 确实可以给大家简单地说一说 实战 首先我觉得它实战的这个飞的攻击呢 有问题 这个应该是给白棋迎来机会了 嗯 这个飞呢 一般来说都是这边都没紫 哦 这边都没紫 是 飞棋要扩张的情况下 飞这个攻击比较好 嗯 这盘棋呢 这盘棋 这边已经都走成这样了 黑棋还从这儿飞的进攻呢 我觉得明显有问题 这手棋应该是黑棋的下出的第一步疑问手 嗯 陈寅说的这个进攻呢 碰一个其实不太好 碰它搬 那我连搬 你连搬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有一点小问题 它打吃了一接 你不是很好下 哦 现在是不是面临着我争子不利 那我先引个争 那就太复杂了 你引争可能它还要还引争 其实你就算引到了呢 你这个棋下起来也比较辛苦 对那 我引到了可以打出来了 打出来你也 这第二下不能打 你只能接上 只能接上 就算他现在 白棋没有办法一手棋把你争掉啊 他在这边靠一靠 你也不好下 这个地方由于有这个争子的这么一个牵绊 一个累赘 黑棋在这边恐怕就 不能动劲 很难阻止白棋有一个良好的转身 这个是黑棋比较不开心的 那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形状 几乎碰一个的下法 就是是不怕的 碰一个是不行的 这个手段呢 在进攻白棋这个拆三的时候呢 应该是不行的 黑棋不要考虑这个碰 那打入怎么样呢 打入倒是可以考虑的一手棋 在这个局面下呢 我觉得黑棋或许就应该这么下 打入毫无疑问白棋会拖 这时候呢 黑棋不要想搬起来的事 不搬下来啊 不要搬起来 因为搬起来的话呢 反而容易被白棋这两个子发挥作用了 你打吃 人家一打吃你怎么办 再被打进去 就全跑到一路上去 就谈不上什么有利的进攻了 那打入完之后 接大手的不是搬 大家想想会是什么呢 对 这个我们还是答案就揭晓吧 对 就往上砸钉 总之可能我想啊 有一多半的棋友 没猜对 因为我也没猜对 但是这个局面下确实是 破坏白棋眼味的一个好手段 一般来说呢 白棋应该会顶 然后再尖吗 如果想攻得猛烈一点的话呢 就尖在底下 但我觉得这个局面下呢 没有必要 因为你尖的话 人家跳出来出头还是比较唱的 这时候就从这儿飞就可以 从这儿飞 其实我肩还想防这个打入 你肩的话白棋就顺势 黑棋就顺势挡住 你虽然活了 你可能你确实走一手能活 但黑棋自身也厚了 这几个子呢 对扩张这边的这么一个形式呢 也有一定的好处 就是 我觉得黑棋如果想进攻白棋啊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实战的这个飞的方向呢 永远有问题 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飞完了以后呢 黑棋的这个布局 其实就 应该说就失败了 对 最主要是 他飞完了这个 这边啊 既没有自己的模样 又不是他的攻击目标 也没有什么手段 就这样单关 跟接着说 飞这个的时候 如果你往上尖的话 黑棋也是一样 黑棋就顺势一尖 把这个空围住的同时 还继续对白棋这个 施加一定的压力 对 这个应该我觉得 如果这么攻击的话 会比黑棋的实战好很多 嗯 黑棋实战的攻击是 应该说是失败的 我也感觉这个飞有点问题 有问题 嗯 那说明你在大局上 还是确实有进步的 第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飞有问题的话呢 应该是具备很强的实力 但是后边就不会了 白棋很简单 白棋下的很舒服 实战王棋就一靠一退 这一靠一退以后 这边已经很厚了 已经基本上 谈不上有什么攻击了 对 这边呢 其实对于黑棋自身的帮助 也不是特别大 对 基本上第一 他没有木的增长 没有转化成实地 第二呢 虽然变厚了一点 但是对白棋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 这个时候 然后再顶 是想补这边吗 还是 他是 他就 基于什么一个考虑 一个连贯的手段吧 因为总要下棋 如果接的话 可能将来还要被别人拖 他希望先顶一下 顶一下 他顶和我利交换 这个不便宜啊 以后被我这一大飞身腿 对 其实我也不明白王棋为什么不利 王棋实在没有利 对啊 就算利一个也很好 利一个黑棋可能还要补 不补这个地方被一切断 也没下了东西 那我再补一个 再补一个 这个黑棋基本上 没有什么收获 白棋围了石木棋 还自己变得很厚 黑棋这欠个大身腿 这地方基本上没什么木了 对 其实我记得当时啊 我学棋的时候 说这个顶是大俗手 不便宜 如果收官的话呢 是直接接一个算 对 我这个顶一个给我们算的这个木 亏了很多 对 确实 确实他可能这盘棋呢 我觉得他顶如果白棋利益 黑棋可能不会接 但是不接这毕竟欠的一个段 将来白棋只要能断掉黑棋 黑棋这点攻击毫无收获 对 这个时候王熙可能下的比较顺啊 他是着急了吗 他说你这棋还挺 谈不上着急 我觉得王熙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棋风 他是不停地在挖掘战斗的机会 像这盘棋下到现在呢 也下了四十多手棋 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稳的 虽然大家都有一些 这个思维上的一些不同啊 布局呢不是特别的常见 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发生战斗 对 就王熙他不喜欢这种平淡的局面 他真的不喜欢 所以这个局面 他直接上来就断掉了 想到了棋从段出生 这个是好战棋手 特别喜欢看见的一个这个断点 对 王熙这个段呢 应该说好棋 在这个局面下 确实是寻求战机的好棋 我们刚才说呢 确实二路利也很满意 因为黑棋本身的这个进攻呢 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段呢 是他喜欢的选择 是王熙喜欢的选择 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啊 黑棋也不是特别怕 因为黑棋周围 其实他要说他有什么潜力 他也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反正一样 大家都什么都没有 赚呗 是 实际上呢 王熙的这个断啊 他并不是说 马上就要把这个子给练出来 就跟你去做一个正面的一个作战啊 他断完以后是为了寻求一个步调 不在这里 将来 这样就转了吗 将来你这样 你在搬的时候 他可以连搬住 他觉得这首席力呢 也不是特别的关键 这首席走在上面呢 确实也很有价值 将来对这里的打入啊什么的 有一些牵制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断呢 始终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存在 这就是为了牵制黑棋 黑棋就不可能一手鞋 补在接的位置 补得那么厚了 对 怎么补的话 都好像会有一点点欠缺吧 对 这个是王熙 他比较主动的一个层面的棋风 像我一般可能想不到这个 我可能就觉得 另一个已经很满意了 看来您也是比较老实的棋风吧 我觉得对幕术比较敏感 我觉得黑棋这个顶还是真的挺损的 别人一顶 我这二路一立 我觉得已经很愉快了 就不太 可能思路比较局限了 就不太容易去想到 其他的这种变化的可能 吊这个 吊一个 飞一下 飞一下 然后再跳回来是一个步调 就是走中黑棋 先搬一下 然后再连搬 搬住 然后黑棋再搬 这个时候我没看懂 按说黑棋这几手棋 其实也不便宜 等于没有走到什么实质性的一个收获 在这里也围不成什么木 但我觉得王熙这首跳呢 有问题 他不是就是想压缩一下黑棋吗 对 实际上这个跳呢 即便是黑棋在这跟着硬一个 白棋也不便宜 因为黑棋这个字有很大的价值 走完了以后 就可以 下一手就可以吃了 本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 黑棋不能吃 黑棋吃白棋接 或者白棋吃了再接 然后一下冲出来 就把黑棋给冲碎了 对对 白棋如果在这跟黑棋做一个交换 那下一手毫无疑问 白棋就要补棋了 所以当然黑棋还有别的硬法 就不一定非得硬在这 那白棋这手棋呢 实际上不用下的这么强硬 这个可能王熙的状态也起来了 状态起来了 就是开始确实下的很强硬 那下在哪呢 白棋这时候就 现在挖吃 那我尝 然后再冲 挡住 把这个缺点先补住 冲完了之后 两个断点看你补哪个 对 我在想能不能补这个 补这个是可以 但是这边味道非常坏 比如说以后它打吃 然后我打吃什么 再加之类的 这个就加出来了 你是可以马上还有一些防守 但是呢 这个形状对于黑棋来说 很讨厌 你大概可能会补在上面 那补在上面的话呢 实际上白棋也没必要跳了 白棋这将来留着断的味道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很讨厌的味道 断的话 你一个不好意思气掉 你可能要从底下打 底下打的话 这种味道非常的坏 对 气掉的话 这个木球太大了 关键是黑棋这几手棋呢 几乎是没有收获 我们看黑棋 基本上木树上也没长 外面还留着很多味道 这还欠着断 而白棋这块棋 已经活出石木棋了 也非常的厚 这边哪怕现在白棋 就算二路尖一间 去搜刮一下你这边 然后同时把自己走厚一些 应该说这个棋 白棋非常的好 对 黑棋感觉攻击失败了 完全没有收获嘛 还露个后手 所以白棋这时候 打吃的冲呢 是好时机 比较狙击 这么下的话呢 比较容易掌控局势 实战王棋的这个跳呢 也不能说完全不行 但是呢 就把自己走薄了 走薄了以后呢 很多棋就 下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就得听黑棋怎么来安排这个局面了 所以白棋这时候应该去这么下 就直接打了冲一个就算了 对 他实战的是先做一个这个交换 其实黑棋本身就已经可以防守回去了 哪怕黑棋现在走这个 白棋也都要补齐 黑棋这时候先拐吃一下 倒是好奇 拐吃一下呢 一方面威胁白棋的这个联络 一方面把自己外面的越来越厚 走得越来越厚 这个如果让白棋这个联络 白棋还不好选择呢 你要现在接的话 我这下面一挤 我这个心痛啊 这木属心痛的一塌糊涂 如果您贴到这儿的话 黑棋这边的断碟已经没了 对 贴子恐怕都要接 接完了以后 你下一时候这个联络还是不安全 味道非常的坏 所以这时候白棋也不能往回连 白棋再来走这个 等会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区别 然后再冲打吃 沾上 然后他这个时候沾上面 这时候黑棋不犹豫了 黑棋也不用沾底下了 他要沾上面 白棋只有断 黑棋就把这个弃掉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的锁得就是把这边吃 这个锁得呢 从实际上来说 不能说小 确实还可以 白棋的实际锁得还可以 但是呢 这两手去交换太损了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两手交换的话 我断的话 您就可能吃二路了 吃二路 但是那样的话 其实也就是史莱姆奇 黑棋要付出味道的这么一个 味道坏的这么一个代价 其实白棋也可以 关键走完这个以后呢 现在黑棋一拐啊 这个白棋整块棋变得薄多了 比刚才薄多了 而这个子将来如果就这么被冲死进来的话呢 实际上白棋目数的所得 也要打折扣 也要打折扣 也不是说像我们目测的就是吃了实际目棋就有那么大收获 它还是付出代价了 所以实际上拐在这的时候呢 这个效果啊 白棋这个跳的效果没有体现出来 还不如那么下 而且这一拐之后啊 白棋没有好点可以补了 我都不知道这块要退手到哪儿才是一个形状 这时候啊 王熙我看这首棋我觉得他是急了 但是他可能也确实是难受 不知道不知道下哪了 白棋本手就跳一个嘛 一般我相信除了王熙可能99%的棋手 除了王熙像鼓励这样呢 可能99%就跳一个 那这边您的联络安全吗 确实不是很安全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你要是真要吃的话呢 它搬一搬也十几目棋 你现在就可以走你刚才说的这种棋 你走过来之后呢 中央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潜力 下一手从这儿飞 也可以让黑棋比较难过一点 这个飞确实对于黑棋来说呢 是挺讨厌的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还怕吗 我全局都已经这么厚了 那上面还是变薄啊 这个点被飞了以后 你如果跟着走的话 它还有借用 白棋外面可以多很多字 实战王熙确实有点着急了 他直接一手棋就点到这儿了 对啊 直接走到这儿来了 我简直是惊讶 其实我看到棋谱我觉得是惊讶 这边这个还立足未稳 怎么又生战端呢 这个想不到 这个估计除了王熙也没有人想到 没有人敢下车 这个应该说被黑棋从这儿 肩出来反击呢 白棋从此就陷入被动了 确实白棋有很大的问题 白棋现在从这儿又杀出来一块棋 对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这块还没好了 确实很有问题 现在白棋这块棋不是没好 它很危险 在这块棋很危险的情况下呢 这手棋直接点了跳在这儿呢 这个王熙有点太欺负人了 太猛了 前面应该说王熙下的都不错 赵婉成因为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一个棋风 有点后发之人的棋风 也都在忍耐 那这手棋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 对 我觉得我是王熙的对手 我也只能下在这儿 因为让我已经没有路可以退 难道还期待我从这边贴一个 这绝对不可能的 对 所以在这儿呢 就慢慢的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变化 然后接一个 从这个贴可以看出来啊 赵汉成准备拼命了 这黑棋真的准备跟白棋拼命了 老虎不发威 因为本身这个贴呢非常的损 因为这个黑棋坐火脚上呢 要靠扳虎 这个贴完了以后 这个扳虎变成后手 脚上直接就 白棋就可以一手棋把黑棋杀掉了 但是黑棋已经做好了 要弃脚攻杀白棋大龙的这么一个准备 再贴 对 这个是吧 这个空已经在当前的局面下都是小case了 只有拐回来 然后白棋 这一飞的时候对 我觉得白棋真的挺危险的 如果挡上的话 这里边眼位是显然不够的 你要现在马上打人家补在外面 局部是活不了的 对 再走一个都是死的 那所以说他也 必须往外靠 应该说白棋遭到黑棋这一飞 这棋看上去还是挺危险的 确实挺危险的 黑棋在飞 其实看着怎么觉得真的要死了 确实有危险 后面黑棋如果真的强杀的话呢 也未必白棋就肯定能活 其实有的时候吧 我看这种棋我会觉得啊 他们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难道他们都不怕吗 也就是王熙 那您怕吗 我怕 我很怕 原来您跟我们一样也怕呀 所以我下白棋的时候 我不会下这个棋 但是呢 这个怕呀 陈颖呢 其实真的是两个人都怕 就是我自己 对局者也怕吗 他们两个人 我自己下棋的时候啊 我怕别人吃我 但是如果对手真跟我下这样的棋 逼着我去吃他呢 我还是有点怕 因为没底呀 万一吃不着的话 这个人家这两个子 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但是相对来说呢 白棋现在是主动挑衅的一方 黑棋是没办法 赵汉诚已经 他就算赵汉诚是一个 很好脾气的一个棋手 他这时候也没办法了 对呀 你没有退路了 早就说了 不是病汪汪 所以说必须要发威 对 那这个棋呢 就是往往啊 还真的是要比勇气 谁勇气更足一点呢 在这种作战中啊 谁反而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现在王熙在这里冲断 哇这个棋下得太强硬了 我真感觉会出来 白棋好像是在止孤 但是确实这个作战呢 总的感觉来说 还是摆起危险性会更大一点 那您觉得王熙看清楚了吗 不可能看清楚我觉得 那他就敢这么站啊 因为架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 只能这样 这个时候要说谁 哪个职业棋手 下到这的时候 已经把后面的变化 全算清楚了 打死我也不信 是吗 那您要如果说 您都看不清 那我相信确实对局的这两个人 肯定也没看清 实战的时候看不清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后来复盘肯定是能摆清的 这个时候 下到这时候呢 要比勇气 要比勇气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这首棋呢 赵安成的勇气就不足 他要是真有勇气的话 他应该先冲掉 先冲掉再跳 再补 对 这样先灭了 你这边可以成年的可能性 说实话 如果真这么下呢 我自己在家里研究这盘棋 研究了很长时间 我没有看出白棋 有特别明显的 就是能活气的手段 刚才陈燕说了 就算火 黑棋在外面补一个 白棋这个局部都活不了 而且你现在就是 你这个厉害 有可能是先手 你这个局部都很难活 那其实始终黑棋都有机会啊 因为你挡的时候 我也可以冲啊 他现在就是 你要先冲掉 你要先冲掉的话呢 他可能就不会挡 他可能会跟你 用这种方法来作战 你要是往外跑的话 他从这断了街上 这个确实有点复杂 也不能说赵汉成 是完全没有勇气啊 还是变化很复杂 但是这种棋呢 我相信如果是 如果是李适时 鼓励他们在下黑棋 毫无疑问 他会先把这个冲掉 先把白棋这个盐给灭掉 然后再说 这个就是棋风的 这个是勇气 对 他也看不清 赵汉成看不清 鼓励估计也不一定看得清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棋风 他一看见有杀别人的机会 他一定要先杀 对 只要觉得自己超过50% 哪怕只有50% 他也会杀 赵汉成这个跳呢 确实他放弃了 杀白棋的这么一个想法 这个是我不欣赏的 虽然我也是 计算力不是特别强的棋手 但是如果我碰到这样的机会 我肯定会冲掉 这棋不就是赌一下吗 这个棋 为什么你就一定能看清啊 因为白棋毕竟是过分的一方 所以赵汉成这一跳呢 这个语言已经稍微有点软 稍微有点软 现在白棋在挡呢 你冲冲不到了 为什么 我冲呢 你再冲他不接了 你再冲他从这边走 这还有一个毛病 他这时候 一走一走 你接上 这时候已经冲不着了 本来我以为我这还能冲着 对 他还可以先挤一下 把你的气挤掉 然后再接上 这时候冲已经冲不着了 因为这三个字 毕竟不是齐筋嘛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当白棋虎的时候 黑棋不敢吃了 你第一时间没有冲 你现在冲冲不着 不敢吃 这时候 黑棋虎一个 把这捕死 然后白棋作活了 对 这一棋是先手 还是可以作活的 应该说白棋作活之后呢 这个棋战线就漫长了 战线漫长了 本来呢 要是真的鼓励 再跟王棋下棋 这一冲 肯定是在这里 就要见胜负了 这个局部 谁杀谁 就鱼丝网破嘛 对 叫一锤定音 一锤定音 现在白棋虎了之后 黑棋一补 白棋作活 虽然是后手 但是毕竟啊 白棋也活了 而且呢 黑棋他们在这个局部 收获并不大 关键的问题 陈彦我们刚才提过了 这个压出来 其实投入是很多的 送了白棋不少墓数 还有那个脚的死活 现在黑棋就必须得 去二路挡一个 去把这个脚补活了 在白棋作活之后 黑棋还得花一手 去补活 实际上下到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已经度过了 最大的危机 哦 那现在的形势 不是说黑棋绝对有利 不是 应该说 本来白棋这个点的跳呢 是过分的 但是黑棋并没有抓住 这个过分 给予白棋最凶狠的 这么一个回击 白棋这个 做活了以后呢 还活了挺大 活了四五木棋 当然黑棋有机会 我们刚才讲过了 黑棋先冲一下 可能白棋会很危险 对 白棋度过这个危险之后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白棋稍微有利一点的局面了 我还以为黑棋呢 是基于一个形式的判断 一个控制 所以说他才没有去吃白棋 不是 这个就是棋风 棋风包括勇气 赵汉成他不是那种 赌命的这么一个棋风 所以他没有杀掉这块棋 对 他是给自己留条路 给对方留条路 这还真是赵汉成一贯的棋风 现在白棋呢 白棋这手棋 他实战的这个挡呢 有点问题 他可能觉得先手 然后再补这个 对 这个时候他应该直接挡 直接挡在这儿 就算黑棋爬到这里 白棋再打入啊 或者再贴出来 白棋形式好 稍好一点 也不是肯定硬 他觉得是决先 对 王熙这手棋挡轻率了 他以为下一手棋 一加死将近四十木的一块棋 他不可能气掉 对 这关系 黑棋的死活呢 结果呢 这时候赵汉成 胜负感还是很敏锐的 如果现在黑棋老老实实硬 再被白棋挡下去 那这盘棋就毕败了 黑棋就毕败了 当然王熙这手棋 还是很轻率 很可惜啊 他也没有想到 赵汉成这个地方的 拼搏的这个能量啊 是这么大 这个一冲断之后呢 这下局势坏了 混乱了又 这下局势就是 白棋现在 因为黑棋太厚了 白棋这块棋的作活啊 死活确实成问题 就算您后手活了 我先手把这个 都变成我的空 再回过手来 把这块棋补活 那白棋不是亏太多了吗 这个买卖实在太不合算了 因为你现在不能去作活 你现在比如说 走这个的话 黑棋再回过头来补活 这个白棋已经亏多了 对 你再挡它一立 你收紧以后 对 这都是黑棋的空 就无形中就增加了不少 这起码要亏损实木棋 比刚才单挡下来 那个差别太大了 等于说被人家白收一圈棋 对 这个绝对不可能 不能接受的一个图 那所以说呢 这个白棋也必须要契合 对 下到这个时候呢 就前面是什么也没办法了 前面是再危险的路也得走了 白棋 B点 先把这个吃掉 这首棋价值有37分左右 价值非常大 那现在黑棋 局面的焦点就在这 对 我觉得这首棋下完之后啊 前边的这个 谁好谁坏 已经不重要了 重新回到棋点 对 重新回到棋点 到底是谁好谁坏 就看这块棋 你是是生是死了 对 这块棋如果白棋还能全身而退 那黑棋也不用下了 对啊 我先已经捞了这么一个大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作为已经闪过危险的一方 也是优势的一方 白棋还是不应该给黑棋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确实这个只有接 这个很痛苦 一般来说是想接在这打结的 可是白棋刚杀了黑棋一块棋 黑棋多的就是劫财 对 这个劫没办法打 只有接上 这个形状很痛苦很痛苦 这被打回去一下以后再一拐 应该说呢 危险性超过50% 非常 我这个眼位我现在能看见的只有这个后续 这个是先手一只眼 这是可以贴过去 对有先手一只眼 但是没用啊 那那只眼在哪 黑棋现在一阵 因为白棋这个出路非常的狭窄 这个棋呢 说实话 王熙后来还真的走出活棋的机会来了 要 我觉得要是我下的话 很可能走走 就就无疾而终了 也有可能 看不见眼是吧 他这个是跳在这 跳 这个我们要学习 后面白棋这几手棋下的非常的精彩 对 这个这个却是不能挡 挡的话被人一扳 一点气都没有 对 如果你要是简单的吃在这的话呢 别人就算防守一下 你也就一只眼 对 第二只眼怎么也做不出来了 太难找了 所以呢 白棋在这先寻找头绪 下得非常的精彩 王熙这几手棋 好棋 然后人家就挡下来 这只有挡 你要冲白棋一爬 你再搬人家一吃 就已经火了 对对对 黑棋只有挡 那白棋也只能粘了 黑棋这个利好棋 如果不利的话 不管走在哪 被白棋一搬粘 黑棋就死了 这个如果收棋的话 它一加 对 现在这个加和搬过的剑合 然后王熙先飞一下 这是先手 这个白棋必须得赢 这两个子不能被白棋给跑出来 下一首我又觉得挺天外非仙的一首 非常妙 下一首棋呢 应该说 很可惜 王熙这盘棋最后还是输了 搭在这个 如果赢了的话 这双棋绝对是年度妙奢 太精彩了 这部棋 其实我是没看懂 然后我只是觉得挺 就是看不懂的好棋 等一下 黑棋一般碰到这种局面呢 一般都是要搬 搬白棋只要一反搬 黑棋就不行了 那我吃到这儿 你吃这个的话 它一收棋 你这个加的收棋 你就不存在了 我已经卖一气了 吃在这儿也不行 吃在这儿人家一收棋 你再收棋 你已经收不住了 这个是很痛苦 这个靠是为了沿这块棋 来杀这个 对 我总算闹明白了 如果你要是 本手在这边退呢 底下确实没问题 但是白棋再从这儿顶 你要是 还是想杀在这儿呢 人家一拐 你也杀不掉 你要是退的话呢 这样手棋的交换 也是紧了黑棋的气 白棋再唬出来 这棋还是杀不掉 对 这个地方的弹性就增加了 这个靠呢 很妙 黑棋的这个防守呢 也很精彩 对 他就走一个鱼形 你不是用妙手吗 我就用鱼形 来对付你的妙手 应该说这是这个局面下 黑棋最强的抵抗 因为很有意思 黑棋也没办法 黑棋现在一门心思要吃白棋 吃不掉就等于认输 白棋只要活出 哪怕活出一半了也可以 所以黑棋 虽然难看也没办法 只要能吃掉 那没关系 这个咱不看这个经过 只看结果 白棋下一首棋 拜招 白棋这首棋 班拜招了吗 班是拜招 那这棋 我实在没看出来 白棋有什么好戏 先看 他跟黑棋这个班交换呢 白棋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先手 就是这个 现在白棋在做这个演呢 是变成后手作演了 如果没有这样子去交换 白棋走这个黑棋 是不能脱线的 对 我这一挡 他这个就死了 白棋这个班是要班 但是次序有问题 这时候白棋应该先尖顶 如果先尖顶的话呢 黑棋应该说 想吃白棋啊 不容易 黑棋只有团 然后我拐 然后黑棋最强的还是班 班的时候呢 白棋保留所有的变化 这时候注意了 先虎吃一下 黑棋没法下了 我粘上啊 你只有粘 然后再虎这个 虎这个我退啊 那只眼呢 然后再班 就可以了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继续度过 你在班过的时候 我再把你这个一切断 我这个贴是先手 你必须得硬 再把你切断 就把我这个断掉了 这个就 黑棋就不行了 后来的变化 后来的变化在于哪呢 我们 要得给大家看一下 他先班了这个之后啊 白棋 把黑棋搬过 再尖的时候 还的时候 你就不能走这个了 你走这个 人家一班 你还得虎 他可以先打吃一下 你接上 他再一接 你现在这个虎吃变成后手了 你走不着了 哦 因为现在是两只后手眼 你做一只眼不行 只要冲过来 黑棋就把白棋吃掉了 哦 刚才是保留了这只仙手眼 对 原来玄机在这 玄机在这 所以呢 白棋实战一交换这个 这块棋就已经死了 王棋就是输在这 这个搬是白兆 哦 实战的王棋呢 做另外一种比方也不行 你搬了一下 然后再拐 然后再拐 贴住 贴住 这个图 他这个吃始终是后手 始终是后手 白棋就连不回去 白棋实在只能沾 沾上人家也一跳 跳 搬的话 人家就夹住 对 你只要白棋这个是后手 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后呢 王棋也就是输在这了 这没办法 他还要贴 然后人家一跳 白棋一贴 黑棋就把这个连回来 对 然后他一走 人家就 就把他眼都破了 他就做不活了 对 因为下一手呢 这个挤是先手 所以呢 他实在断 接上 在接的时候 人家是不是就把这个一挤 这一挤 这个黑棋就真的 彻底把白棋吃掉了 白棋现在要想往回连 只能连这个 连这个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 在这一喉 下一手 接这个和冲吃这个 旗筋呢 是剑合 对 最后 等于王棋就 在这个局部 就被黑棋击溃了 对 王棋只有走这个 这个被一断 这大龙一死 最后黑棋还是 很惊险的把大龙吃掉 最后获胜了 对 辽宁绝华岛呢 也凭借着这场主将的胜利 三比一 击败了重庆老三陵队 首次获得 伪甲的冠军 对 这盘棋呢 对于王棋个人来说 是很遗憾的一局 当然呢 对于辽宁队来说呢 确实很值得庆贺的一局 是 在最后的大龙的攻杀中呢 王棋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也确实是 有点遗憾 对 那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文评论档呢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骑行天下 其乐无求 亲密朋友 咱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大家